迷你俗打迴狼在2022到2023赛季中的 集中交易也算是各个重磅交易当中的 主角之一 他们延揽法国巨塔 Rudy Gobert加入阵容 与少年狼王Call Anthony Towns组成双塔 加上原本的庄园连线 蚁人Anthony Edwards这一名砍将 原本迴狼前景备守看好 却没想到Towns因伤缺席了三分之一的赛季 双塔没办法有效连线 导致他们在季后赛 再到尽快碾压1比4提前打包回家 今年赛季回狼战略团的重点课题 不外乎就是希望将双塔效益 发挥到最大 只不过在球评眼中看来 这一切似乎不必太过担心 越狼群的阵容足够有深度 上个赛季与狗贝尔一起来到会浪灯 麦康里在上个赛季的尾声逐渐融入这支队伍 角出场局十一点九分六点七助攻 做好穿真引线这份任务 另外第三塔 Nath Reed Nickel Alexander Walker 更是球评点名能够在主力球员 需要轮休时能够完美补上 空缺的重要角色 不只有板凳深入 先发振用的实力 也随着蚁人Anthony Edwards 尊尊世界杯的精彩身手 有了醒的看点 上个赛季打出巅峰之座 新狼王角出场均二十四点八分 五点巴拉曼与四点四助攻的表现 堪称义格的身手 世界杯则是以拳队最高四点五的小绿值 场均贡献十八点九分 成为本届美国对南篮 五小阵容里的一大看点 新赛季也期待他能够打出 球星等级的表现 此外错评也提醒 不要忘记跟Edwards同期的队友 Jade McDaniels 作为阵容当中的防守中将 上个赛季也是差一点 就入选年度防守第一队 此外更是封线型的全能型选手 过去三个赛季都在进步 上个赛季来到生涯 新高的场均十一点二分 新赛季期待再度成长 成为Edwards以及Tons的助力 帮助灰狼在新赛季 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线上购物独特一点 找好东西就上CTSocial